好 首先我们来看这概念 这概念呢叫面向接口编程 我现在讲课呢有一特点 就 理论讲的越来越少 主要是带大家动手写 写着写着这些理论 慢慢你就明白了 就跟自行车一样 你骑着骑着 传动的原理你就明白了 为了跟原来给大家发布这个 这个圆码呢一模一样 我呢已经把圆码考在这里了 因为我要重新写一遍原码的话呢 不一定跟原来一模一样 我还会带大家写 但是呢 呃 我会参考一下原来的代码 争取跟原来代码一模一样 因为这原来的代码又已经发了啊 不然的话对不上了 尤其是第八奖的时候呢 还用到了这部分代码 好 这是原来的那个代码 改个名 rename 叫他 ode好了 在这一讲里头呢 我是这么来开始 看这里 我们新建一个project spring 01002 abstract oriented programming 面向抽象的编程 好 模拟一下我们原来代码 假设呢 我们现在要写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最简单的 就是用户管理 那么运用面向对象的思维 我想 首先至少应该有一个类 这个类呢 叫 user 用户 用户 这是我们的实体类 呃 有的同学呢 到现在为止 还不是特别明白 这种面向对象的思维 该怎么去思维 同学们 我问 我问 我问大家一句 如果现在你拿到了一个问题 用面向对象的这种思维方式 去解决这问题 那么你第一步要干嘛 第一步要干嘛呢 抽象问题 no 首先去找 以前有同学这么说过 说那个 那个老师 我上来之后 二话不说 我首先去想 该用哪种设计模式呀 该用哪种精巧的结构啊 no 绝对不是 一定是 首先找那个实体类 实体类就是 实实在在存在的 这种概念上的类 打比方说 最简单的 学生管理系统 那学生至少是一个类 成绩 课程 班级 这些个都是实体类 很容易想到 像 咱们要写一个用户管理系统 那好 至少用户 应该是一个类 不参考一下 不参考了 直接写 应该叫 com.bgirl上元堂.spring 点finish 好 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实体类 叫user com.bgirl上元堂.spring sorry 改一下这个包的名字 rename 实体类 叫它model 首先你要抽象实体的概念 把一个类抽象出来之后 接下来要考虑它的属性 简单起见 给这个属性 就写俩 username username password 写好 get set方法 好 这个实体类 我就生成了 那我们同学们想一下 作为一个user 用户管理来说 看这里 他们至少呢 有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应该叫添加用户 好 作为这个添加用户来讲 我又又怎么 又该怎么样去对它进行封装 注意啊 我就尝试着跟原来那个思路 能够对应起来 尝试着咱们把这个前面的7奖的 跟原来发布的那个第8奖开始的视频 穿到一起 可是可能有有点不可避免的 毕竟那好长时间了 不可避免的有一点 物质偏差的地方啊 这个大家担待 好 在这里呢 呃 就牵扯到了这种 给不同的类 给不同的类来分责任的问题 有同学呢 特别好玩 他写一个说 哦 写一个说添加用户这方法 他说哦 添加用户 添加用户这方法啊 我干脆就写到user里得了 public void adduser 添加用户这个方法写到这 那么大家想想看这个合适吗 这肯定不合适 当然 这不合适 你们认为理由是什么呢 如果你要用添加一个用户 那么就意味着你要加在这的话 就意味着你要想掉这方法 就必须得拗个user出来 你要添加一个别的用户 你还得先拗一个新的 先拗一个原来的用户 当然会觉得别扭 当然设计的问题叫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他不一定有那种百分百正确的东西 如果你要非得这么设计 说实话 老师也没办法 你都非得了 老师肯定没办法 只不过 还是要建议你像正常人一样去思维 还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 大家伙都认为比较好的一些设计 对于用户的管理 我们当然应该放到 专门的一个类里头去 这个类呢 应该叫什么呀 用户的管理者 好 所以我们再建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class 这class 这里就牵扯到了一定的分层模型 关于这个层次的问题呢 大家听我说 关于层次的问题 我其实在 Spring的视频里头 后半部分呢 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已经 大家找找看 不过 我们说 我们说 这张 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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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点击 我们说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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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后半部分呢 应该是讲的非常的清楚了 就是我大概用了11个不同的这样的项目 来解释呢 每一个不同的这种架构底下 你该怎么样去使用它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分层的底下 应该是怎么样去使用它 一个简单的分层的模型呢 是这样来翻 给大家画一下 给大家看 好 假如说这是我们程序的客户 假如说你写了一个test类就行了 然后呢 你要测试一个方法 测试一个添加用户的方法 原来的写法呢 最土最土的写法 是在test里面直接写 在man方法里 直接写adduser 添加数据库 什么连数据库 怎么做插入啊什么了 你不知道的 这是最土最土的 好 后来人们想到呢 至少我应该可以分一个层次出来 这个层次叫什么层呢 叫model 或者叫entity 都可以啊 或者叫po persistence object都行 好了 分这么一层次出来 这个层次对应着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呢 就是user这个类 那么这时候我还可以这么写 就是在man方法里 我用调用了这个user 这当然是可以的 没问题 但是添加用户 添加这个东西 你并不应该写在test里面 也不应该写在user里面 写在user 你需要new 写在test里面的话 给别人再 再有其他的客户 再去调用这个添加用户的时候 他还要自己写 所以不要麻烦 所以在这里呢 他就需要抽象出来一个 ok 对于用户的一个管理层 或者是服务层 所以我叫他user service 通过user service 去调用user 调用user之后 添加用户 会把这个用户呢 给添加到哪去呢 添加到数据库里去 db 也就是说 user service会访问user 以及数据库 好 这个调用过程是这样的 他可以调用user service的 add方法 那么在user service里面 当然他会调user的方法 同时呢 他会 把这个东西呢 传到数据库里面去 我画这个图 大体的一画 大家伙看看有什么问题 没有 有没有有疑问的地方 好了 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接着往下讲 对于user service 反问这个user 直接访问数据库来讲 如果我想做到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说 哎 我想跨越数据库平台 我写的这个user service 这add方法呢 既能往这个 myseql里面存 也能往oracle里面存 也能往seql server里面存 也能往db2里面存 那么这一个方法 肯定是涵盖不了 除非你在里面 写一大堆的if 所以更好的方式是 我可以再抽象出来一个 对于数据库的管理层 这个呢 我可以称之为user dao data access object 由他来负责 用user和数据库去打交道 对于user service来说 你只需要去访问 他一个人就可以了 由他负责 把user存到数据库去 所以最简单的一个层次呢 就变成这样了 我对外呢 提供一个接口 叫user service 由user service 调用user dao 他会提供 对于数据库的一个评例 通过他呢 你底层数据库变掉 他只是把user dao变掉 就可以了 没什么关系 接下来 由user dao负责 把user存到具体的数据库里面去 如果这个层次你不明白 关系也不大 你硬着头皮看 一直看到我spring的结尾 在那个里面 我讲了架构的整体的发展的历史 在那个里面 你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 sdras是干什么用的 sdras是干什么用的 hybernate又是干什么用的 把那部分吃透之后呢 即便是你将来 因为项目 实际当中工作之后呢 这项目还是比较灵活的 有的人可能只用了sdras 那么你知道 我可以把哪部分去掉 有的人只用了spring 我可以把哪部分去掉 有的人只用了hybernate 我可以把哪部分去掉 好了不多说了 我们就按照这个层次 来写一个小程序 大家看看 关于这小部分 有什么问题没有 Mr.周说能讲一下DL吗 这个DL呢 我现在给你讲的有点抽象 我还是这么建议 你就硬着头皮往后看 好吧 DL是什么 你就硬着头皮往后看 硬着头皮往后看 先别着急 没问题吧 好了 我暂停一段啊 我暂停一段啊